本地消息 那长周末就要来临了 带动更多人到邻国游玩的需求 本地多家快巴业者 接下来三天的长途巴士车票授庆 云顶 宜保 吉隆坡等地区的 长途巴士车票最为抢手 来给记者 吴良祥的报道 今年的劳动节遇上开斋节 上班族能享有多达五天的廉价 加上新马两地防疫措施松榜 更多人将到马来西亚游玩 记者走访黄金方发现 从新加坡北上马来西亚的 长途巴士车票人脉 还出现公布应求的情况 尤其是云顶 我们就这场周末29 30和1号已经收完了 所以原因就是因为云顶的房间也不够 他们就是开了到可能10到50% 一个礼拜前我们已经买完了 已经满了 我们也就不增加贪吃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纪旧世纪 已经转航了 到新的设计又不熟悉路线 也有业者应顾客要求 提前恢复更多路线 我们提前一个月 卖了这个楼木和狗斑 因为很多询问的电话 他们都是这些油脂要回去 回去他们的家乡 据业者说 虽然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但车票价格跟平时是一样的 业者没有涨价 CIMA长途巴士服务 这个月获准恢复之后 至今至少有五家业者 已陆续重启服务 不过重启的路线 仅占疫情前的20%到30%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恩相报道